前年爆發立法院跨黨派貪污案 可說是轟動的政壇 涉案的立委平常 質詢官員習慣撲聲融融 不過在自己司法案件當中 為了不被收押 或是被限制出境 各種奇葩言論都出來了 不分藍綠 有的人說全民是有托付 他不會逃 還說自己有慢性病 要定期回診 不可能逃 誇張的是 蘇正清說自己大學 連考英文零分 沒有在國外生活的能力 站在博士總統身旁 蘇正清學歷 看似也不差 念到碩士 但他為了貪污案交報 為了強調不會逃 曾對法官說 海外沒智產 大學連考英文考零分 沒有能力出國生活 律師加碼保證 他這輩子只會當立委 總不可能在國外當把 蘇正清再三堅持 除了選民對他有託付 他還罹患心臟病 必須服藥維持健康 沒有逃亡可能 奇妙的是 打病情牌是藍綠共識 年近七十的廖國棟 也說他有多種慢性病 得定期回診治療 怎麼會逃 爭取交保時 還說自己是基督徒 是原住民立委 甚至說如果無法在 美牛美豬萬投票 會影響民意 為了強調無罪 不惜推給幕僚 認為他受騙 他才是受害者 同黨立委陳超明 也有不少金句 首度收押 他在拘留室咆哮 後來延長羈押 他痛罵法官 沒有良心 形容這是 還要求轉告 游錫坤 別讓立法院 變成弱勢團體 前時代力量 讓黨主席徐永明 則說遇到政治金光黨詐騙 詐騙內容居然成了起訴 他的犯罪事實 還痛批檢察官 起訴他是為了掩護 執政黨立委涉貪 就擺明在酸酥震青 不分大綠小綠 不分藍綠 為求脫罪 什麼都說 什麼都不奇怪 記者綜合報導